陆毅 万熙 马源 李乃文 冯磊 王斑 杨立新 谭开灯主演的电视剧电视剧《人民警察》终于首播了 这部剧开局就是2000年的一场杀人案开局 十几条人命案的嫌疑人最终逃之夭夭 还在现场留下了炸药 导致了警察下挥惨死 而这件事里面赵海洋似乎是有责任 方程是这么认为的 但其实这件事很显然是有内鬼通风报信了 这才导致这样的悲剧发生 原因很简单 这个抓捕任务是刘广胜安排的 嫌疑人在点人汽油和烟花之后 趁着骚乱 选择了逃离 有着炸弹 很多人都逃走了 但是刘广胜等人在收费站准备抓捕 他们在嫌疑人的前方 跑过来抓人应该是他最有可能抓人 结果嫌疑人跑了 这位有着重大的嫌疑 只不过当时所有人都没有往这方面去想罢了 而这件事之后 赵海洋成为了被锅的 背下放到了基层去锻炼 至于刘广胜反而步步高升 16年之后 这个案子成为了悬案 赵海洋成为了公安局的副局长 而刘广胜成为东州市的副市长 而且还是常务副市长 这件事就这么被忘了 只有一个人还记得 那就是方程 这位还在暗中调查这个案子 而夏辉的孩子夏天在死前托付给了赵海洋这个好兄弟 赵海洋还想要让自己的女儿和他的儿子娃娃亲 但是很显然夏天只是把赵海洋的女儿当成了妹妹看 他如今也是警察 继承了自己父亲的警号 只是这位还在实习期 却一直强调要换单位 想要去行针队 他这么说不意外 而赵海洋却一直在阻止他 希望他不通过关系掉位置 其实也是为了他好 不希望他涉险 同时也不希望这位这么做影响自己的前途 而新的剧情中赵海洋和安平这两位夫妻都各自遇到了不同的案子 赵海洋遇到了的是徐伟杰的传销案 这个案子发生之后 刘广胜罗出了狐狸尾巴 这位不仅以于情为借口 强迫赵海洋三天之内查清楚案情 立案调查 自己却开了个发布会 把案情都给透了 导致了徐伟杰提前逃走 还差点毁掉了数据 赵警方的调查差点就全部作废了 刘广胜如果说这一次也是巧合 那么后面的事情恐怕不能被称之为巧合了 16年前刘广胜的布局有问题 而传销案因为之前他和赵海洋提及了要建设什么营商环境 所以他才不愿意这个案子继续闹大 让省里面来考察的人留下不好的印象 这点可以勉强解释 但是后面呢 安平的那个案子也牵扯到了刘广胜 安排调查的高小菲不仅违规处存化公平 而且这位更是偷偷找到安平和赵海洋的家里面送钱 后面更是污蔑安平的父亲向他勒索钱财 阻止警方办案 而且他知道了赵海洋是安平的丈夫 还暗中散布谣言 不仅如此 这位还有更为严重的犯罪 后面安平查到了他 而他居然逃到了一个酒店 这个酒店中刘广胜却和梁振一伙在里面 而安平带着人进去抓人 似乎是冲转了这位领导 赵海洋后面赶到 而这酒店里面的会议 其实也有赵海洋要抓捕的徐伟杰的背后之人 很显然高小菲如此逃并非是闲着没事干 而是这位在找自己背后之人保自己 高小菲徐伟杰背后之人都在这一伙人里面 而且恰好刘广胜和他们关系匪浅 这背后有什么猫腻已经不言而喻了 而他们的背后之人其实就是梁振 冯雷饰演的赵瑞龙 大家还印象深刻吧 这位梁振正是他饰演的 而梁振的身份不一般 他其实是高小菲和徐伟杰背后之人 或者说这两个案子都和他有关系 刘广胜和他有勾结 这两位就是一伙的 梁振和当初的713案其实也有关系 这是一个巨大的犯罪网络 当然赵海洋到目前根本就不知道 这两位之间的关系 他还不知道自己身边最危险的敌人 就是刘广胜 他和徐伟杰的死甚至有着不小的关系 剧中络翼饰演的赵海洋 在16年前的抓捕行动中 因为毛躁 在跟踪杀人犯之时 多次掉出车头 惊动了凶犯李二牛 导致了抓捕行动的失败 下回为了保护孕妇 开着被安装了炸弹的车驶向了路边 被炸死 事后赵海洋被全局地认为 是他的举动 间接害死了夏辉 虽说上级给出的结论是 夏辉的死和赵海洋毫无关系 可是赵海洋还是被下放到基层了 说是为了磨练赵海洋的心性 实际上 大家都清楚 将赵海洋下放 这个决定就体现出了 上级对赵海洋的定性 只是说 赵海洋自己要强 16年间 通过立功 慢慢爬了上来而已 通过人民警察第一集的剧情 可以确定的是 警局内部是有那鬼的 赵寻誓言的凶手刘长宝 让他警觉 意识到自己落入警察围捕之中 不是说他发现了多次打轮的赵海洋 而是说有人给他打电话 刘长宝在通话之后 采有了点燃汽油 引爆一旁的烟花举动的 可以说 如果没有那则电话 按照当时警方的部署 在收费处 刘长宝缴费时 他就会被直接按住了 根本没时间去制定什么逃跑计划 显然是有人把抓捕计划 透露给了凶手刘长宝 而这个泄露消息的内鬼 很有可能就在抓捕现场 起码传出抓捕计划的源头 就在警局内部 个人猜测 人民警察中理乃文饰演的刘队 可能就是这个内鬼 当然 不一定是刘队直接和凶手联系的 而是刘队把消息传给了 和自己利益相关的人 再有这个人 联系上了刘长宝 如实如此的话 这个刘长宝就不是单纯的连环杀人案的凶手 他可能是东周市某个大人物的运游杀手 刘队怕他被抓后 说出什么不该说的 因此找机会 把消息泄露出去了 或者说 刘长宝手里有什么刘队的把柄 因此刘队也不想让刘长宝被捉 按照内鬼刘队的计划 他把消息传递了出去 刘长宝要么是可以跑掉 要是他找机会击毙逃走的刘长宝 总之 刘队绝对不会让刘长宝和警局的人 说哪怕一个字 同时 这也就解释了 为何路易饰演的赵海洋会被下放到基层派出所 人民警察中抓捕行动失败 下会牺牲 警局内部肯定是要开会反省的 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 参与行动的方程 写了一封行动报告 他认为 是赵海洋的莽撞毛躁 导致了行动的暴露 让凶犯刘长宝得以逃走 当时全局的人 也都认为 行动失败 下会牺牲 他赵海洋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 这16年 赵海洋就一直忍受着 没处发泄心中的怨念 上级领导给赵海洋的定性是 认为下会的死和他无关 但还是把他下放到了基层 显然 这就是暗示所有人 上级领导也是倾向于 那次行动的失败 主要责任是赵海洋的 因此个人猜测 这个内鬼的级别不低 起码要像刘队那样 可以参与到警局内部会议 可以在认定赵海洋和行动失败之间 是存在关联的会议上发言 并且有一定的影响力 这样看到话 已出场的人物中 就是李乃文饰演的刘队符合条件了 只要把凶犯实破抓捕计划 把行动失败 下会牺牲的主要原因 扣在凶犯警觉性高和赵海洋的毛躁上 内鬼就可以最大程度地隐藏好自己 让所有人都不去想 也意识不到 抓捕计划的当天 有人给凶犯通风报信 如此 内鬼就是安全的 同时就人民警察的预告来看 有关李乃文的镜头以及台词 都是偏阴暗的 他是内鬼 相对合情合理